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哈 搞得来吃不 你看我又找到了一个很好吃的鸩唇蛋 还是三颗蛋的这种 有盐菊和香辣两种 吃起来特别的Q弹 里面的蛋黄粉粉糯糯的 而且个位数就能买到一大堆 真的好吃又划算 咱们农村这种菜太遍地都是 我们喜欢拿来蘸白水菜吃 配上我们这种富哈椒面 又香又难 巴士的黑 这是我闺蜜吃了一次就念念不忘的虎皮凤爪 软烂入味 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放过 首先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 一勺麦芽糖 煮熟后捞出 鸡爪下油锅前一定要擦干水分 迅速盖上盖子 防止被油溅到 炸着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放入冰水中浸泡两小时 泡出虎皮状 油热放葱姜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 加入适量清水和泡好的鸡爪 半扫老抽 盐和白糖调味 扣干焖煮40分钟 这样做的虎皮凤爪 软烂脱骨下酒下饭都非常合适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做虎皮金椒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出来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青椒用刀拍一下 然后切成段 重点来了 一定要热锅凉油 把油炼热 然后倒出 这样铁锅炒菜才不容易粘锅 锅加少许油 倒入青椒 小锅慢慢的炒 将它炒至这种虎皮状 然后重出备用 另起锅下葱姜蒜 18粒豆骨 煸炒出香味 加适量清水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提鲜 适量蚝油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陈醋 倒入青椒 小火烧炸个两分钟 将青椒烧至入味 最后来的水淀粉勾芡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虎皮青椒 你要是学会了 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爱吃蒜的可以划走了 大蒜和辣椒搅成末 锅里的油要多一点 炒至微微发黄 有一点嚼的状态的时候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这个蒜蓉酱可以多做一点 彼此做个茄子啊 花壳啊 味道都可棒了 肥牛超熟去腥 淋上满满的蒜蓉酱 要搅拌均匀哦 让每一片肥牛都裹满酱汁 我感觉光光是这个香气 我都能吃掉两碗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这道菜超适合七夕前 懒灰酱做给你吃 三件套去腥 蚝油 黑胡椒做底味 土豆片记得要泡下水 要不然卷的时候容易断 面衣调制的比例 又放在屏幕上咯 土豆虾卷均匀的裹上去 等油帽少气泡了 就可以下锅炸了 在炸的时候 我们来做杯西瓜养热锅 两片柠檬带来清新的香气 最后西瓜分个点 完全炸透和捞出 撒上自己喜欢的调味料 听听这声音 看看这很见面 你忍得住吗 追剧的时候来上一份 超切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圣诞节礼物准备好了吗 今天这个可是学招哦 黑巧和白巧交替摆放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拼出一个形状 放入烤箱 60度10分钟 再来选择一点装饰 看着巧克力慢慢螺化 特别的治愈 拿出一根竹签 随意的滑辣 再摆上装饰 我用的是奶鲜 放在屏幕上了 放入冰箱凝固变硬 接下来就是最解压的环节 用喜欢的袋子打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送人了 怎么样 是不是看起来浓浓的圣诞气息 这样的礼物你们喜欢吗 要不要你也来一份呀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番茄肉末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我觉得 再好吃的面 也不如和你今天见面 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它啦 离底起番茄火锅底料 满满的浓郁番茄泥 每一个面条都裹上浓郁的番茄汤汁 酸甜可口 清爽不腻 快走给爱的人吃吧 尝尝看 我新学的饭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东北包饭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房间有WiFi 冰箱有吃的 手机有电量 放桌上油腻 是最幸福的事了 乘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加入土豆泥 几蛋根 香菜 花生米 再拌的时候 就忍不住吃了好几口 真的是太香了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和水蒸鸡大家都会做 但是酱料却各有不同 今天分享两种做法 先给撕裂的半只鸡抹点盐 铺上姜片 水开上锅蒸25分钟 这个时间来做两种酱料 沙姜红葱头焦热油 两勺生抽 半勺芝麻油 做个沙姜葱油汁 将末葱花焦热油 放点盐和白糖 做个姜融汁 蒸好的鸡肉切成块 蘸着酱料吃就可以了 今天这道菜可以在家里做 也可以在火锅店做哦 像这种卷好的豆皮打开 均匀地抹上一层虾滑 铺上一层肥牛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 料汁里记得加点水淀粉 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 番茄炒出汁水 洋葱炒到半透明 倒入料汁 等到变浓稠 再马上虾滑肥牛卷 让它吸煮汤汁 盖上来热门一火 把奥利奥捣碎 奶油加糖打发 均匀地搅拌在一起 放入模具里抹平 再放几片奥利奥 就可以放进冰箱冷冻了 看看这吸煮汤汁的豆皮 中间还夹着虾滑和肥牛 每一口下去都是一种享受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家里的小孩老是不爱吃蔬菜 我经常会做成蔬菜水饺放冰箱 小孩既爱吃煮起来又方便 首先准备点胡萝卜汁 菠菜汁和紫甘蓝汁 普通面粉中放少许盐 倒入胡萝卜汁 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菠菜汁和紫甘蓝汁也是一样 揉成面团后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 饧面20分钟 肉末中放点葱姜水 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13香 芝麻油 一个鸡蛋 抓匀搅滞粘稠状 韭菜里放少许油 搅匀后加入肉末中 这样做的饺子馅才不会出水 饧好的面搓成长条 切成15克左右的面团 再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 放上馅料 用你性感的左手 包成你喜欢的饺子模样 水开后下饺子 用筷子轻轻推动 防止粘锅底 煮饺子要煮开3次 加3次凉水 就是大师们所说的 三开三点水 大概煮4分钟就熟了 这样做的饺子 我家孩子称它为彩虹饺子 一次能吃十几个 多余的饺子装起来 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酒店里88亿份的蔬菜沙拉太贵了 自己在家轻松就能做出来 首先把苦菊切断 放入盆中 再加入其他喜欢吃的蔬菜 蔬菜沙拉想要口感爽脆 一定要放入冰水中浸泡10分钟 怕好的蔬菜 放点草莓和玉米粒 好吃的关键是这个酒店都在用的蔬菜沙拉汁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辣子做的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安逸得很 春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我每周都会安排几次这个裙带菜肉丸汤 首先山药拍碎剁成泥 放入肉末中 加葱花 盐 鸡精 淀粉 搅拌均匀 这种裙带菜一点点就能泡发出很多 都是小嫩叶 油热姜葱炒出香味 放裙带菜煸炒两分钟 再加入适量清水 扣盖煮开后 肉馅几成肉丸子 放入锅中煮熟 最后加盐胡椒粉调味 有条件来点枸杞 就可以出锅啦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酸辣柠檬虾 没有男朋友的 只能自己动手剥虾咯 起锅烧水 把处理好的虾放进去 捞起锅会变凉水 这样虾肉会变得更加的清甜 我一直都觉得 我帮你剥虾 是一句非常动人的情话 加入配料调料 这个酱有点泰式风味 这样什么都好吃 最后挤拌个柠檬汁 抓拌均匀 蒙热的晚上来一碗柠檬虾和冰镇的啤酒 真的是太舒服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麻辣土豆片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土豆的淀粉一定要清洗干净 这样口感才要更加的爽脆 我觉得爱吃的菜要吃到腻 喜欢的人要一直在一起 辣椒的多少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 油脂一下激发出香气 最后来点香菜 淋上酱料 鲜香麻辣爽脆的土豆片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在这个行人的冬天 啤酒的正确打开方式 快拉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食材 倒入啤酒 沸腾之后 加入了啤酒的灵魂撩造 搅拌一下 关火就可以出锅了 一杯下去 微醺 身体都暖洋洋的 年底聚会越来越多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吃这个彩芯啊 还是要赞上我们家这个彩虎 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感应的很好哦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巴鲨鱼盖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盖饭好吃的秘密就在这碗酱汁里了 调料很简单 相信你家都有 蒜末炒香 盖上巴鲨鱼 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 倒火收汁 就可以出锅了 锅里的酱汁也不要浪费 全部淋上去 没有骨头 肉质鲜嫩 拿来拌饭 简直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问一下 北京有炸酱面 山西有刀削面 武汉有热干面 你那里有什么面呢 我这里有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黑椒牛柳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 记得要加一勺油 手足水分 抓拌均匀 料汁的配方 我搭在屏幕上哦 下入炒好的牛肉 铺上面条 淋上调好的酱汁 翻炒均匀 简单方便 还特别嫩滑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炸均匀 帅